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来 对我们的老酱香 对我们的吃房茶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微码了解一下 好 读报了时间 德国之声说的都是李尚胡的消息 德国之声中国房长超过两个星期没露面 突然取消跟越南的官员的会晤 那么这个呢 秦刚的消失还没有找到原因 国防部长的李尚胡 两个多星期没有在公众露面 这路透社一篇传稿 路透社呢 引述了越南的官员说 李尚胡先前突然取消 9月7号和8号 跟越南国防官员的会面 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 那么德国之声这个消息很多 引用的当然也是路透社一篇传稿 在李尚胡消失前 中国印度不明理由撤换了秦刚 之后又对解放军的火箭军高层进行改组 引起了外界对中国领导层决策过程的质疑 好了 那么好了 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也谈到了美国以及知情者 就是说美国正在研判 李尚胡目前接受调查 已被解除之务 日经亚洲 在12号也说 关于李尚胡不入不当行为的传闻 甚嚣成上 引发了人们对他命运的猜测 那吴木鸾 新加坡的学者说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 根本不需要将世界解释自己的情况 确实也是 也没必要让大家都知道 亚洲自由电台报道这个消息 去路透社说 中国国防部长健康原因 缺习越南的会议 美国之音也是这个消息 中国防长失踪的谜团在加重 路透社报道 李尚胡爽约 跟越南国防官员的会晤 这已经是由三名 对事件有直接了解的官员 对路透社表示 这个看来呢 这个上任不久的中国国防部长 从公众视野消失了 两个多星期的谜团 进一步加重 路透社首次报道了 跟越南这个会议 突然推测和中方给了理由 中方给了理由 健康原因 健康原因呢 上一次外交部长秦刚 也是健康原因 突然就不见了 那么这里面就讲了 法广特别谈到了英国媒体说 美国认为中国防长正在接受北京的调查 这是金融时报昨天的报道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防长李尚胡已经接受调查 这是北京军事外交政策精英阶层 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 三位美国官员和两名听取情报简报的人说 美国得出的结论是 已经两个多星期没有公开漏运的李尚胡 已经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 这个金融时报的消息 这个消息看来逐渐的来获得外界的一些关注 是不是往这个方向发展不得知 纽约时报谈了中国 中国的西太平洋大规模的军演 反击美国的施压 说的就在黄海 就是本周 中国的西太平洋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部署了一艘航空母舰 数数中海军舰艇和战机来彰显武力 反击美国的施压 美国这几周也跟日本、澳洲、菲律宾等盟国 在这个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军演 而星期六 美国和加拿大的海军舰队也使过了台湾海峡 那么至少有20艘的中国海军舰艇 被发现在日本、台湾、菲律宾附近的海域航行 中国的山东号的航母也在其中 日本签论这里面包括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补体舰 而星期四昨天至少有68架次的战机 飞临台湾领空 比星期三的35架还多 有些飞机参加了海军的演习 那么也看到了飞机的山东号起降 专家认为这是结合航母的演习 对西太平洋持续空中作战能力进行演练 而这种演习的规模是前所未见 那么中国希望这次演习的证明它是有能力飞跃第一岛链 那么派遣大量的战机和军舰 希望这个地区其他势力明白 他们是有能力发动海空联合攻击的 那么这个背景就是对美国加强的亚太地区 盟友安全联盟的努力越来越不满 中国海上战斗力的增强 尽力不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是台湾的观点 以此同时中国的该地区肯定要树敌更多 法广的注意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 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离岛防卫实战训练 规模从2800名的队员扩大到了5000名 规模扩大 主要是在九州冲绳等地跟美国海军陆战队 是大规模的离岛防卫实战的演习和训练 也就是海上陆战队 那么把它运输区飞到了冲绳县的石原岛的新石原机场 这就在加强对钓鱼岛方向和台湾海峡方向的防卫 好了 这是关于军事高层人士 以及呢在亚洲地区的军事演练的一些消息 华尔街日报谈的是中国经济 中国八月后的零售额和这个规上 也就是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速都加快强于一期 这真的利多了消息 纽约时报谈到中国央行下调存款的准备金 准备军力 刺激放贷 但全国经济放盘 让很多企业和家庭对贷款持谨慎的态度 银行目前的困境是 许多业绩疲乱的企业 不愿意背后更多的贷款 而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许多家庭开始提前黄贷 用新贷款买新房的那就更少了 迫以压力 银行不得不向债台高筑的省级和地方政府购买债券 因为这些政府需要为大型基础建设设施提供资金 从而创造就业机会 那么中央鼓励各个银行向部分房地产商来放贷 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办法从海外证券债券市场借款 有40多家出现了债券违约和拖欠付款的情况 那外国投资者感到恐慌 那么中国人民临堂的公告说 此举的目的是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基础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这都是刺激经济的一个做法 华尔街日报谈的另外一个角度 中国降低医疗成本独特的行动 大规模的医药反腐 在长达数个月的医药反腐风暴中 有将近200多个医院的高层管理人士被查 医疗专家说 这场整顿运动有助于习近平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 也就是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 华尔街日报 中东成了全世界的提款机 当然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 手握能源价格高涨 带来滚滚的财富 在全球金融舞台上风投胜进 我还以为是中国成为他们的提款机 原来还是中东 法国法广 有两篇文章 这是针对中国而来 一篇文章 法国世界报 这是9月15号的法国世界报一个主题 是由亚洲问题专家Elan Flanko 撰写的 题目是习近平思想和经济的现实 那个现实谈到矛盾 文章分析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之际 也出现了一个信任的危机 而习近平思想已经成为 阻碍经济发展的原因 那么谈到种种迹象 原来的高度增长已经不行了 他可以说已经结束了问题 人们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 使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 比经济出现明显衰退 一直等着中国强劲复苏没有出现 而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 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跟习近平的思想有关 中国政府正在处于一种不信任的氛围 这个氛围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前景 加剧了中国长期存在的潜在的弱点 包括负债人类基础设施 盈利能力下降 在企划名副体制的福利国家的情况下 长期存在的消费的减弱 当然英国金融时报 英国经济学人五月中旬 就谈到了这个中国经济 就是习近平模式的失败 那么这里面呢 他谈到还有一个国海内外的形势的问题 中国必须在中长期 对未来技术的公共投资 要实现自给自足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习近平思想面临自身的内部矛盾 他要求党的经济参与者进行绝对控制 同时要让国家拥有 无以伦比的技术领先地位 但是没有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市营企业 如果没有一个以未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 就不能够保障经济雄心 而生产的效益 就业和超级大活的地位 那认为这个呢就是 可能这就是一个中国梦 恢复信心现在至关重要 他对习近平的经济思想 给了一定的否定 法广呢 另外一个在昨天的公民论坛 他继续采访了许成刚教授 谈到一带一路的问题 一带一路十周年 许成刚教授比较尖锐的意见指出 一带一路实际上是政治权力借卵 预算约束 在全球的扩张 那么这里面呢 他就谈到了 首先认识的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制度的性质 他认为一带一路 早已经超出最初的 区域经济的概念 注入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目的 表面上是大发展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靠最初的意识形态的模糊 在标志的模糊 他认为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权力 借助国有企业必然的卵预算 约束在全球扩张 这是完全新的角度 那认为呢 一带一路其实呢 最早的原创是薄熙来 薄熙来提到西部大开花 最初是薄熙来和提到了新师从之路 薄熙来不仅提出而做了具体的安排 那么呢 他就是认为呢 习近平到薄熙来的名字取调 换上了一带一路的说法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但是呢 是不是这样 他认为这个一带一路是国有企业 卵预算的全球扩张 是政治权力的全球扩张 他讲了很多 一带一路推出的背景 是巨额财政刺激带来的产能国胜 也谈到了一带一路的地缘症的后果 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那就是对中国所谓的扩张 有个说法 他认为是中国在以新的方式 取代过去苏联建立的那个集团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就是苏联那个集团的延续 许臣刚才很长 但是今天中国的财政情况 大概已经说过了 像苏联70年代中期的情况 癌症早晚是要爆发的 关键是看他运气 能不能处理得好 许臣刚教授 好了 德国之声 拜登之子抢豆腔 蛮毒 蛮毒瘾 遭到起诉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 中国的高干子弟 也好像没有享受这个待遇 德国之声谈到了 德语媒体谈到了 朝俄峰会背后的中国影子 认为中国不一定很看好 朝鲜和俄罗斯的结盟 那么美国之音也说 普京金正安的兄弟情深 让中国赔上了现实地缘政治的利益 认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 逐渐受损 中国也因此面临 新一轮的安全和政治的压力 就是前美国外交官托考拉说 北约现在对东北亚有浓厚的兴趣 由于乌克兰战争和中国的全球野心 区别对待太西洋太平洋地区 已经不再合理 北约东扩的问题 半岛电视台谈到 拜登拥抱越南 是在重复过去美国的错误 不一定对中国有利 也不一定对美国的战略力有利 他这个看法很别致 英国BBC谈到了郭台铭 郭台铭宣布委任义人奈佩霞 为竞选的副手 有分析说他长期的退市很难逆转 这个是刚刚演过一个乐播的电视剧 本身演的是个总统 结果他选上了 结果郭台铭说你来当我副手吧 这个两个政治素人玩得很好 明报说总统女星 也就是能选之人的总统女星 担任郭台铭的副手 他说呢 就是他的专长是沟通任务 整个在野 但是学者说这个话题 吵了一两天就没了 这郭台铭 好了 首先第一 继前外长秦刚之后 又有一位副国级的国务委员 军委委员国防部长李尚胡出示的传闻 逐渐的浮出了水面 除了路透的消息 各主要西方媒体大片和转载 报道之外 据说北京内部也已经传达了 问题 他是个人或者小底底的贪腐 或者涉及到其他政治势力的角力 博弈不知道 但有人认为 李尚胡跟曾庆红都是江西人 这是习近平对曾派 要做什么清算 我认为这是比较牵强会会 未必属实 但是北京城的多事之秋 究竟还会发生什么大事呢 这个呢 让人家琢磨不定 第二 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经济现状 西方政治分析家的看法 基本是负面和此否定态度 这一点 一点都不意外 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 集中难谎的难题 击鼓传花到了习近平这一届 大概很难在击鼓传花下去 为什么因为2018年修宪以后 可以看到习近平需要对所有的问题概括承受 因为没有接班人呢 尽管现在还在重申改革开放 但已经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发展势头 这也是目前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阶层 信心不足的一个原因 第三 一带一路十年评价 许承刚的分析有独特的观察角度 辞职有据 卵预算约束的概念 再度被越来越很多人接受和熟悉 这是从政治制度和执政党本质特点出发的剖析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有这样的立场角度 地缘政治阵营化之后 一印一跃 能不能让一带一路破功 没有办法定论 美国折去去风险化之后的通俗话语的表达 就是美国不带你一起玩了 且看今后的十年 一带一路的发展路向 是否如许承刚教授所分析指出那样的发展 这样的预判 当然还需要基尼部的严格的实践的检验 第四 多数舆论对郭台铭竞选总统的成功概率都不看好 他选择资深的艺人奈佩侠作为竞选伙伴 让他成为投身台湾大选的所谓影异圈的人士 他不找诸葛亮找这么一个 这个消息当然很震撼 这个奈佩侠 多数人认为会有一种炒作的效应 短期效应影响不了选情 但犯另外一个角度思考 台湾的政治选举 可以给任何一个政治素人 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和舞台 未尝不是一种 其他华人地区新鲜不已的 具有政治意义的现象 郭台铭带着玩 玩心玩劲来选总统 万一他选上了呢 因为像当年的孝星泽连世纪一样 冷不丁选上了 尽管郭台铭类似的成功概率不高 不过这也是民主选举的意义 你和我各位都没有这么玩的机会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